193线到美逢阿部落盛开 总是吸引了无数旅客前往赏花 这假日也俨然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也因此辖区利分局就特别呼吁民众 来赏美景行驶在193线道路 仍然应该要保持适当的速度 切勿为了欣赏远途的美景 而突然刹车或者是减速来影响后方的车辆 也驻足打卡的民众 车辆临停也千万不要挡住车道 成为了交通阻碍 也切记在车道上停留 以保护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身体 193线到美逢阿部落盛开 总是吸引着无数旅客前来赏花 在假日也俨然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因此辖区利分局特别呼吁民众 来赏美景行驶在193道路 仍应该要保持适当的速度 不要为了欣赏沿途的美景 而突然刹车或减速来影响后方的车辆 也请驻足打卡的民众 车辆临停物挡住车道成为交通阻碍 也切勿在车道停留上 以保护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身体安全 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驻足拍照 本分局也呼吁相关的游客 在拍照时切勿在道路中央逗留及嬉戏 而驾车的民众也注意周边路况 来确保秉持的行车以及交通安全 预理分局交通组长陈伟杰表示 花季期间将加派警力加强宣导 保障行人以及相关的来往车辆的行车安全 他也提醒游客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布议规定 擅自穿越车道 在交通频繁的道路任意奔跑 追逐西游或坐卧蹲力 足以阻碍交通 可处新台币500元的罚缓 记者高双双玉里站采访报道